大家好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啊 首先拿下鼓掌庆祝啊 乌克兰军队 痛击侵略者 俄罗斯军队啊 3月5日将注定是俄罗斯空军 他历史上 最为灾难的一天 因为这一天 乌克兰军队 一共击落了至少 10架 俄罗斯战机 这10架都包括什么呢 根据美国动力网站 他的公布 在26小时之内 俄罗斯空天军在乌克兰被击落了 一架苏30SM 多用途 战斗机 两架苏34战术轰炸机 两架苏25攻击机 两架 米奥4 米奥5 两架米8 还有另外一款无人机 你看看 网上会有一个视频呢 叫米奥4米35 是乌克兰军队怎么拿了 拿刺针 把一个直升机 这直升机飞过来 然后乌克兰军队直接拿一个直升 砰 就把那个 武装直升机给击落了 网上有这个视频 但是我这边就不放了 看完以后什么感觉 我的天 我的天 因为俄罗斯他压根就没有完全控制 乌克兰的 制空权 记住我说的话 我说的话比较严谨 俄罗斯军队没有完全控制制空权 这个制空权呢 它分为两类 一类就是你要干陆军 因为人家陆军有防空部队嘛 还有一个呢 是空军 空军的话 最简单的有战斗机 现在处于什么情况 是乌克兰的战斗机 由于它大量都是米格 它的数量跟俄罗斯就没法比 而且质量呢 它大量是米格29 而俄罗斯的已经是苏35 苏30 苏27的 所以说这个 你知道 乌克兰他也知道拿这个打的话根本就毫无胜算 这个时候呢他们改变了战略 为什么他会击落这么多架飞机啊 改变战略因为 在打仗之前 俄罗斯使用导弹 把乌克兰的防空部队 一个一个S300等等啊等等啊防空部队给那个定点消除 但是你要知道俄罗斯他这个 不仅仅是跟卫星有关了 他也跟 情报 包括数据分析 数据链传递 还有叫地形 匹配 一系列的 他是一系列的问题 因为俄罗斯他的这个科技水平 跟美国的差距实在太遥远了 他还处于冷战时代 那怎么干下来这么多架 乌克兰 人家背后 有美国 美国的全球银无人机 美国的 RC-135 那个也是叫电子情报机吧 就在乌克兰周围 不停的飞 包括美国F35也出现了 F35他把那个 他处于完全隐身状态 也在边境开始飞 为什么 收集情报 收集情报 他在其中有一架叫做苏三宁 就是战术轰炸架苏三宁 乌克兰怎么打下这一架呢 拿老旧的雷达 几十年前的雷达 然后一开机 锁定 然后拿导弹 那导弹都已经比我年龄还大了 都是冷战时代了 空打两发 最后击中这飞机 有人说为什么就能击中呢 情报之词 美国一定告诉他了 什么意思 美国的预警机 全球银无人机都在天上 美国相当于看到俄罗斯所有的飞机的 都知道你这飞机都在哪里 好的 你飞机的话你会有那个固定的航线 而且你 简单的说是美国 他的情报系统已经 把俄罗斯军队了解的 一清二楚 俄罗斯军队已经不存在机密可言了 这个时候呢 美国就开始北约告诉乌克兰 告诉乌克兰 说你看在你的正前方 东北方 比如 正前方东北方向 20度 有一架俄罗斯什么什么苏35 苏34 战斗机正在以什么高度 什么速度 朝什么方向开始飞 告诉你 好的 他要到达的目标是哪里 都告诉你 告诉你之后 我叫你开雷达 开雷达你就开 他只要一进 因为你不能提前开雷达 提前开雷达 俄罗斯战斗机立马就发现了 这边有个雷达 那立马他就 因为雷达他是有个范围的 他不停的转嘛 人家战斗机也不是傻子 虽然说俄罗斯电子 技术很落后 他的战斗机信息化水平很差 但是这个还是 还是明白了 好 他雷达有一个攻击范围 这个飞机飞飞飞 等到进入这个 攻击圈的时候呢 美国命令 乌克兰军队 立刻开机 一开机 立马锁定 这个方向照 就往这个方向照 立马锁定 打倒了 就完了 战争就这么打了 你包括我们看到的是 有一个视频 拿那个刺针飞弹 个人呢 肩扛式的刺针飞弹 打直升机 你看到直升机 飞的方向 感觉就像撞这个导弹的 一直飞 为什么 有人提前告诉 这个乌克兰军队的 要不然他怎么 因为的话 这个刺针 刺针飞弹 它的速度 大概 2马赫左右 它的攻击距离 大概在4公里 可是你要说慢慢 慢慢这个4公里的话 它是很短的距离的 人眼都能看到 那你说的直升机速度再慢 也得有个两三百公里吧 而且你不知道 这直升机什么时候来呀 那为什么乌克兰军队一找一个准呢 一打一个准 有人告诉他 美国 美国有强大的情报能力 告诉他 一个小时前 在你200公里的地方 有一个直升机 朝你这边飞 你等 等到他快要到的时候 你再开机 直接一扛 你就 你就把他架好了 就等他过来 飞进了 然后按个按钮 就干了 就这种 那这边又有 就有摄像机正好在拍摄 有人说为什么 提前都有人通知他了 要不然的话 怎么会在这摄像头 摆的这么尾 那你说那俄罗斯怎么办 本来俄罗斯呢 是那种 普京是说北约你不要参战 北约参战 我就要跟你干 核战争怎么弄 现在 属于 普京他属于 哑巴赤黄连 有苦说不出 因为他现在呢 也不能说北约你不要参战了 美国说没有参战 没有啊 你拿出证据来 没有啊 你都不能耍赖 实际上美国已经参战了 提供情报支持 那怎么办 现在都传出来了 乌克兰军队太神勇了 拿个几十年前的老雷达直接把他干了 把苏山寺给干了 苏山寺也给干了 当然还有更吹牛逼的 说拿个刺针导弹直接把 苏山寺给打了 这可能性也太 低了 因为战机的速度飞的还是比较快了 你的攻击范围只有4公里 你的这个刺针 射程 这战斗机飞的话 他在 飞的再低也飞个1000米高吧 他有好多战斗机是可以超音速的 他可以加力 你拿个这玩意就能把战斗机打下来 这也太夸张了 这个是 有点夸张 那另外一个呢 也反映出俄罗斯他的战斗机啊 飞的高度低 因为一般的防空导弹 就比较老式的防空导弹都可以把它打下来 为什么俄罗斯他的飞机要飞的低呢 他缺乏精确制导的炸弹 他的航空炸弹还是那种自由落体跟澳战一样 当然我不是说 他的技术是实际上最弱厚的 并不是 而是说美国最先进 而别的国家要想让这个炸弹精确的 炸准目标 别的国家军队真的很难做到 飞机上的炸弹直接一扔正好 就飞一万米高度扔下来 直接炸到这个正中心 比如说 十字路口 那个广告牌 太难了 你真以为全世界军队都像美国一样 基本上俄罗斯他就炸不准 他炸不准怎么办 他就要降低高度 他的高度降低然后开始 炸 这个时候的话 老旧的雷达一开机直接就把你锁定就完了 这一天呢是俄罗斯 空军 最黑暗的一天 这一天3月5号也将成为乌克兰 历史上最辉煌的就在战争史上啊 一天他能击落超过10架战机 我这因为现在已经不是二战了 所以打个仗几百架飞的 战斗机上去干 现在属于 精英的空战 都是一 就两架三架就是一个编队了 你像美国 美国那个隐形轰炸机必要 就一架飞机直接就执行任务了 FL7也是的 像美国F35 他可能 最多两三架飞机吧 就执行任务了 你要说真把5架战斗机给干掉了 不得了的 那剩下的飞行员都不敢起飞的 心里面慌 这 这敌人的粉红导弹太厉害了嘛 慌了 谁不慌啊 你真以为他不慌 都是打别人的时候他不慌 他被人打的时候他能不慌 本来 这飞行员 七八个人开会 今天又少了一个 明天开会又少了一个 剩下的三十个人 不慌啊他 因为他觉得我们的战斗机行不行啊 去一个 扫一个 去一个扫一个 因为俄罗斯他的 电子系统 他的情报系统包括他情报征收 还有信息化水平太差了 就简单的说 电子技术太差了 俄罗斯是那芯片啊连100多分纳米的他都不能生产 俄罗斯以前那个预警机A50吧十几年前呢 还用那个CRT用那个晶体管呢 就他还用笨笨重的经济机管就像我们小乐车那个大电视 那已经是二十几年前的电视了 他还在用呢 你真以为这个电子 技术说全世界都能跟上 跟不上 太落后了 俄罗斯军队太落后了 整个他就不是一个现代化军队 他连进度都不如 进度好歹买了 法国的阵风 美国的F16 什么 C130秘书机 啊 他连进度都不如 预警机 他也卖美国的 真的 好吧 我就说这么多吧 各位啊 尤其是五毛粉红啊 心目中的额蝶怎么这么差 额蝶比这什么老共还要差 我看这水平 这真的是差 好 拜拜 拜拜